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 迪亚里克22号宣布 古特雷斯下周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 并分别与两国领导人会面 讨论采取一些措施以缓和俄乌冲突 迪亚里克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古特雷斯将于26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 古特雷斯还将在同一天 与俄外长拉夫罗夫举行工作会议 古特雷斯随后将前往乌克兰 并于28号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 古特雷斯此行还将与乌外长库列巴 举行工作会议 此外 古特雷斯将会见 联合国在乌机构的工作人员 就加大对乌人道主义援助进行讨论 古特雷斯日前分别致信 俄罗斯和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表示希望前往两国 并与普京和泽连斯基分别会面 就实现和平等事宜 进行面对面讨论 古特雷斯希望与两国领导人 讨论采取紧急措施 以早日实现和平和基于 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 多边主义的未来 古特雷斯19号 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标志性雕塑打劫的手枪前 对记者发表谈话 他呼吁俄乌在东正教复活节期间 实施为期四天的人道主义停火 以便平民安全离开冲突地区 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 能够向冲突地区 无阻碍地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 标志性雕填